接著我講一下這個觸控 接著我們講觸控放大縮小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觸控螢幕最大的一個優勢 就是你可以輕鬆放大縮小 調整我想要放大的位置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Fearworld這個觸控放大縮小真的是非常好用 就是你放大就是兩指 而且是無彈 無彈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放大縮小部分 因為這個是我覺得觸控螢幕最大的優勢 就是可以輕鬆放大縮小 還有調整我們放大的位置 這真的非常好用 那Fearworld這一款螢幕 它的放大縮小是無段的放大縮小 所以你可以借於在五百五倍的放大 跟一倍的放大就是原始比例 中間隨便你這樣子輕鬆的放大 你想要放多大都OK 那我們也可以這樣輕鬆的調整我們的位置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再來一次 觸控螢幕我覺得它最大的優勢 就是它在放大影像的部分 就是雙指這樣放大 然後可以快速調整位置 那Fearworld這一款呢 它可以借在五倍跟一倍中間 自由的無段放大 就是你可以放大一點點 放大很多這樣子 就是你沒有任何的段數 讓你卡在中間 尷尬的放大數值倍率這樣子 那你位置調整也非常的輕鬆 就是輕鬆可以找到你想要放大的位置 然後就這樣輕鬆的縮小 那下一款這個Desk View R5的部分 下一款這個Desk View R5的部分 一樣也是雙指放大 就是這樣子 然後來調整你的位置 那缺點就是它只能在四倍 兩倍跟一倍中間做放大 它沒有辦法無段的放大 所以你兩倍就是忽然放大這麼多 四倍就是忽然放大這麼多 你沒有辦法借在中間來放大 而且它調整位置我覺得有點跳 不知道它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往上一點點 它就給我跳超多 然後往下一點點 你看 然後重點是它如果你 你關... 下一款這個Desk View 下一款這個Desk View它的觸控 下一款這個Desk View R5的部分 如果你要放大 你只能在兩倍跟四倍中間做切換 你沒有辦法無段的順暢的放大 然後我們變換位置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有點跳 就是忽然它就會爆從 一下從最左邊到最右邊 重點是你如果... 就是你調好這個放大倍率 然後你想要進入我們的選單 然後再出來我們的螢幕 就沒有辦法繼續調整我們畫面的位置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一定要再繼續縮放 然後再來放你的位置 沒有辦法說 我進入選單開個這個東西 然後再出來再調整位置 它就會取消放大調整位置這個設定 就很神奇 Fear World是不會這樣子的 在哪一側 下一款這個Desk View R5的部分 它放大輸小也是用兩指 但是它放大只能從零倍 就是原始大小 然後兩倍跟四倍中間做切換 它沒有辦法無段的順暢放大 而且它調整位置的部分 我覺得也有點卡卡 有點太跳 就是我往上一點點 它就給我爆衝 然後往下它又給我爆衝 重點是如果你只要不小心點到 點一下 然後進入選單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調整你的位置了 你一定要再繼續縮放一下下 然後你才能再繼續調整你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有點也不太方便 就是Fear World不會這樣 就剛剛上一個螢幕它沒有這樣子 就是你進入選單設定 你想要開一個scope 或者是你想要開一個直方圖 尾色才幹嘛 就是你進入設定出來 你還是可以繼續調整位置 但是這個Desk View R5沒有辦法 就是你進入選單 你只要進入選單跳出來 你的位置就沒有辦法調整了 你一定要再重新放大縮小 再繼續調整位置 這個就有點不知道 不太好用的地方 好嗎